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天本阿柴每天下午打卡华天本该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今天有个广州的粉丝找到阿柴想让阿柴带他去拿一台全新的14Pro Max 本来这位粉丝是想让阿柴直接帮他采购的 然后因为是6.1寸和6.7寸拿不准 所以阿柴带他来熟悉的档口实际体验一下再做决定 这位老哥一番思索之后最后决定拿着台14Pro Max 256G的金色 然后我们先来查询一下是否是未激活的 你看就是请激活你的设备就是未激活的嘛 如果激活的就是显示保修了 明白了 机器我们拿到之后现在就下了我观众位粉丝来解锁一下电信5G 我先激活这些我们都先跳过它 这样就激活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本机 14Pro Max 256G SIM卡1索 然后的话你要用哪张卡 用电信的吧电信的比较好 对就是 然后因为是改的双卡 我们直接把这个卡取下来 你可以装两张卡 然后我们上面直接装电信卡 下面直接装这个针道 这现在还不装卡贴呢 直接装进去 先识别一下 就是他会识别到两个卡 一张是我们自己的卡 然后另外一张是那个我们直接点继续就要 总继续他会到SIM卡无效 SIM卡无效 这一步只是为了识别他的卡 识别卡 我就是因为还没有装卡 把这个卡直接取下来 然后这个引导卡不变 还是不取下来 直接装那个手机卡 卡直接装 卡这个三角对着三角 直接装进去 把这个折过来 啊 改的比较好 之前插的不好插 然后然后选这个QTE5G 这个是HT的 我们选对的 选完之后就等了他 自动来信号 这个很快的 有信号他会自动撤到桌面 我们不用点 刚才显然那个就是意思 他走到两张卡 我们进入这个 我们这里 就是这个是你的卡 主号要的 对对对 还有事 谁要主号 另外这张 这张去买了 这张是AT的卡 然后打电话 用主号 上网用主号 再把 最后再把这个 咱们自己的卡漫游打开 我们刚才不是点热点 把热点关掉 电信已经出来5G了 但这个无符的话不用转 你知道吧 就是它是一个付卡吧 对 我们现在试一下打电话 0.0.0 电信客户 多达1万号 应该号码 可以试一下 电信其实用的无锁是完全没区别的 而且你们看嘛 打电话的他就不断了 但是移动联通就会断 啊 不断了 对 我现在在打电话 然后我现在 我现在就上网了 下午好 中国移动 未来无限可能 零号 这里是广东 移动 电信的优势 移动联通 他就是 打电话 我上了 帮着个粉丝大哥搞电话之后 阿台也要继续忙了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 但是那我只要你这些东西 我现在用了什么东西